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这段福音摆在当时乘书的时间和地点上去理解会更加有帮助 作者路加是安提约基亚的一个医生 他在复活节后大约十年左右归医 然后去了密切多尼亚的地方 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 菲利伯 圣布鲁在这个城市里建立了他喜爱的教会 因为除了非常易成之外 他们也很大方 他们总是资助圣布鲁旅行的费用 以及他的仕途活动 在背景中 我摆了一张壮观的菲利伯的史习图 我想让你们注意 这个史习中所标注的地方很重要 那个是菲利伯的图书馆 你们会赞叹这个图书馆的房间 我强调 因为路加在菲利伯生活了几年 他肯定花很多时间在这里 因为他是经典书籍的热心的读者 为理解这段福音的讯息 我们需要记住 路加所在的团体 是基督徒所处的状况 因为以回答他们心中的问题 路加写了厄玛乌意图的事 他们处于什么状况呢 那个是危险的时机 这个是多米仙皇帝的时代 他是当时末世六中所说的野兽 而基督徒从边缘化受歧视 被侮辱 很多人没有抵抗 他们离开了团体 回到外帮人的生活 菲利伯是人们回到世俗福乐的好地方 这个城市很富有 在彭戈亚山上有金矿 有非常肥沃的平原 得着加格斯河水的灌溉 这一段福音的第一个背景 然后 復活至之后的六十年过去了 现在是第三代基督徒 开始停滞不迟 每个认识 纳什勒人耶稣的人 几乎都过世 来自菲利伯路加团体的基督徒 尤其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也能够找复活的主吗 如果我们从未见过他 从未亲眼见过他 从未用手触摸过他 也从未跟他同桌共饮过 我们怎样为他付作证呢 因为这些是可信的证言 我们就满足于相信别人给我们的技术吗 然而 因为 那些为他的事迹作成的人是可信的 就坚持从信基督 这个坚持信仰足不足够呢 我说是不够的 这个是常识推理的结论 信仰是让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 让你爱上基督 引起迷恋不足以 让人觉得所寄作的他的事迹是多好 你需要有和他相遇的人的个人经验 这样 人才能够靠这种吸引力来带领我们 将自己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联合一起 我们喜欢这个奴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 奴家不认识纳策纳人耶稣 就如我们没有见过他一样 奴家皈依基督 因为他感觉到中途门讲连的基督 最后 他以和我们同样的方式遇到了基督 借着福音 福音说给我们知道 我们中途门所告诉奴家的 那这种相遇 足以激发对基督的意诚吗 答案是不足够的 与基督一个 一种个人的相遇是需要的 经验復活的主 让他们思想重读 阿玛夫意图与復活的主相遇的故事 将它当作奴家经验 以及我们蒙照去经验的比喻 就如奴家做的 在福音中 我们将听到有两个门徒 走去阿玛夫 一个叫克罗帕 另一个是无名字 既然那个门徒无名字 我们就可以看到奴家的灵性经验 他经验到了复活的主 他给我们提供了他的经验 为了我们也能够有这个经验 让我们听听这个故事 同一天 一周的第一天 耶稣的门徒中 有两个人往阿玛乌去 那村来耶路撒冷约十一公里 他们在路上谈弄着 所发生的一切 正交谈 讨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近 与他们同行 可视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 没有认出他 在阿玛乌这两个门徒是谁呢 这两个人属于靠近耶稣的群人 两个我们今天称之为 投诚的门徒 他们参加会议 课程 退省 我们总是可以信任他们 他们总是随时待命 就是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 他们离开了团体 做他们自己做的事去 他们是谁 一个克罗伯 但路加为什么没有加另一个人的名字呢 难道路加忘记了他的名字 不是的 否则他不会提到第一个人的名字 第二个门徒 无名是 显然是路加邀请他团体中的基督徒 将他们自己的名字放下去 和克罗伯同行去见复活的主 去看复活的纳扎纳人耶稣 他与团体同行 但门徒眼睛看不到他 看不到他就在他们身边 他们退缩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危机的时刻 就如发生在菲利伯的事 这个令人失望的时刻 等候先知预言的天国 他们在此等待 并失望了 他们走开 他们走到自己的路 因为他们确认不值得继续等待 一个已经宣告了 他似乎已经失败的新世界 我重复一下 这是路加团体在基督徒所处的状况 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教会所处的情况 我们看到 就如在菲利伯一样 有很多人离开了教会 菲利伯都很多人取笑他们 因为他们继续等待上主的来临 这种嘲弄的表达 在百多六书信中可见一般 主来临的许乐有什么效果呢 从我们的父母闭上眼睁龟黑气 一切仍保持创世之初的样子 什么都没有变 更好是回到现世生命的具体问题上 就如阿玛乌两个门徒 也都是路加团体中很多基督徒 他们走了 我要说的是 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都发生同样的状况 然后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阿玛乌 他们走了 因为他们失望 路上发生些什么呢 他们谈论发生的一切 谈论着 希腊动词是辩论 怎可能是辩论呢 他们是朋友 是的 他们失望 但值得辩论吗 什么是会最好呢 他们给钱压力吵架 争执 他们不高兴抛去团体 每个人都想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甘心 有点好似我们今天 有人离开了团体 因为他们不喜欢 有些事不应该存在 然后 他们开始彼此责怪 是保守败的错 不是 错在于革新者 炒架没有带来任何的喜乐 如果他们彼此和好 他们将会说 这个经验的结局很惨 内心 让我们这样伤心地接受 但不要炒架 不要继续尋找不存在的答案 让我们各走各的路 很多次 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总是要找个罪灰祸首 指出是某人的失败 因为伤心的感觉 和不满意的情绪 所以发泄 这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一些离开团体的非常重要 非常投诚的基督徒所抱怨的 他们在外面不快乐 继续发泄 指责 让他们失望的情形 或者人 我要向着这些人说话 他们是易受伤害的 因为如果他们 没有经验到这种痛 这样说明 他们从未爱过这个团体 如果他们莫不关心 他们很容易被安慰 但你也说明 他们不太关心教的团体生活 当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近他们 这是一个伤心的场景 耶稣就在他们身边 但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 没有认出他 没有奇迹 耶稣不是想要被看见之后 给他们一个惊喜 不是的 他总是走在这些门徒的身边 是他们的眼睛看不到 这两个人就是我们 继续爱基督徒团体 但同时又对发生的事发脾气 因为事情的进展 不是我们所预期的 现在我们看来很孤独 我们忘记耶稣在我们身边 因为他在 带我们眼睛 阻碍我们认出他们 让我们现在听听 耶稣如何开始 和对这两个门徒的对话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一路上谈论的是什么 他们就站着 满脸忧愁 其中一个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 难道你是在耶路撒冷 唯一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什么事的旅客吗 他问什么事 他们会回答说 关于纳扎勒的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天主和百姓面前 行事说话都有能力 但是 我们的施制掌 我民间的首领 把他交了出去 判了死罪 钉在十字架上 我不是希望他是要 救赎以色列的呢 还有 这些事发生 已是第三天了 我们中这些妇女 使我们惊讶 他们清早去墓地 没有看见他的遗体 他们回来说 见了天事显然 天事说他复活了 我门中有几个同伴 去墓地查看 发现与妇女所说的一样 但他们没有看见他 如果我们试着想像 对离开耶路撒冷这两个门徒 我们会怎么回应呢 我猜我们会立刻 清楚地跟他们说 你们错了 你们讨论的是什么呢 回去耶路撒冷 耶稣的教学方法不一样 耶稣站在受伤的人面前 他们伤心 因为他们爱过基督 他们爱过自己 也曾经参与过这个计划 现在他们失望了 耶稣想让他们解释 他们为什么这么伤心 他问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你们路上谈论些什么呢 这里的希腊动词很美 意思是彼此习非彪 我要说的是 我们也会遇到 离开团体的兄弟姐妹 他们很伤心 因为发生的这些事 让他们难过 他们看到自己的梦想破灭 他们爱的基督和教会 他们不是那些 从未很深地去信仰联系 只是偶尔表面呼应的人 不是的 他们爱基督 他们经验到 看见梦想破灭 而离开的痛苦 耶稣的教学方法 需要用这些人身上 让他们的悲伤释放出来 他们停下来 忧伤 而不友善地回答耶稣 难道你是在耶路撒冷 唯一不知道这几天 发生什么事的旅客吗 你住在哪里啊 这个和今天离开 教会团体的人的回应很类似 他们说 你难道看不见世界上 发生了什么吗 你难道看不到教会里面 发生了很多事吗 这个教会 没有向福音提议开放 不做决定 也不能做出质的非药 不能更热充于全道 你住在哪里呢 爱基督的人的这种伤痛 必须释放出来 他们回答耶稣的问题 几乎在说背诵信经 关于纳策那日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天主和百姓面前 行事说话都有能力 他虽然说爱 但是我们的施制掌和民间的掌手令 把他交了出去 判了死罪 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是 被天主所阻咒的 这是让他们伤心的事 因为耶稣是个义人 但生命记中说 凡被愿者是天主所咒骂的 这是大师祭想表达的 耶稣不是殉道者 正如经常说的 他是天主所咒骂的 这两个人认识耶稣 他做善事 他虽然说美好的信息 但没有复活 当缺乏对复活的信仰的时候 失败就是失败 生命终于死亡 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悲剧 这是这两个门徒陷入的黑暗 他们继续说 我问问希望他是要救赎以色列的 这是他们凡的第一个错误 他们期待一个成功的墨西亚 他一点都没有跳出传统观念的圈子 耶稣曾宣讲天国 但不是他们脑里面的天国 他们想他是统治者的王国 而耶稣宣讲的是独人的王国 他们期待原来以色列国的复活 他们寻求的是权力 而耶稣宣讲的是服务 他们看到自己的梦破灭了 这是他们失望的第一个原因 我要讲甚至今天 很多人离开基督徒团体 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希望没有实现到 当你听到别人说 当我必须和别人一样解决问题 上天没有让我免于某些不幸 或者某些问题事 留在基督徒团体去祈祷 好有什么用啊 我必须和别人一样面对生命 所以去教会有什么用 这是第一个错误 我们的梦想和天国一致吗 因为我们的失望 有其就在于此 他们继续说 我们中有些妇女 使我们惊讶 他们清租去墓地 没有看到她的遗体 他们回来说 看到天事显现 这两个人犯的第二个错误 有人开始看到一些事 但他们宁愿结束争论 不想其他 让我们想想 我们经现的教会的情形 有人看到了一个未来 看见了教会传道的春天 而其他人却失望地离开 他们探究 在今天团体里面 临在的先知 已经看到了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教会的生命 他们宁愿走开 没有证实 他们退缩了 他们的希望破灭了 他们继续说 不仅是妇女 还有 我们中有几个同伴去墓地查看 发言与妇女所说的一样 但他们没有看见他 他们犯的第三个错误 当其他人继续相信的时候 他们却离开了 他们留在耶路撒冷 甚至没有看见復活的主 一群人继续尋找光明 而这两个人走了 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并不比阿玛污两个人所受的苦小 但他们没有逃跑 让我们现在继续听 耶稣如何漸漸地 打开两个人的心智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多么无知哦 你们的心如此迟钝 难以相信先知所说的一切 难道基督 不是必须先受这些苦难 然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 于是他从梅塞 及从先知开始 把经上一切有关他的记载 都给他们解释了 耶稣为他们两个 发誓心中的痛苦的理由 也引出他们两个犯的错误 现在他做些什么呢 去了严厉的话 你们多么无知哦 你们的心如此迟钝 难以相信先知所说的一切 耶稣斥责他们 但后来解释给他们知道 走到宗教上的痛苦 及困惑的原因 他们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他们忘记 在天主圣言光照下 来读这个事件 于是耶稣从梅塞 及众先知开始 将经上一切有关他的记载 都给他们解释 事件仍是一样 但以人的标准来读 是一回事 在天主圣言光照下 来读是另一回事 意义完全改变 可以理解的 即使是重大的事件 如果在天主圣言光照下 去读 也都会在上主计划中 是天主圣言 启示这个傲秘 不明白圣经 这两个人 不能够以天主的眼睛 去看事件发生 因此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 心迟钝 十字架的路 如果以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 是不可思议的 是失败 但在天主光照下来看 奉献的生命 才是真正的光荣 接下来 这两个人 张开了他们的眼睛 看见了父母的主 当他们走近要去的村庄时 他好将还要继续讲路 这两人极力挽留他说 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 因为天晰已晚 黑夜将至 他就进去跟他们住了下来 当他和他们一起用餐时 他拿起饼 祝福了 抹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 突然开了 认出了他 但他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他们被此说 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 给我们解释经文时 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刻起身 趕回耶路撒冷 见到那十一人和和他们聚在一起的人 正在谈论时 主真的復活了 已显现及西满了 这两人也述说了路上所遇见的事 以及在抹饼时 怎样认出了他 復活的主总是 和路上两个人同行 因为他们犯的错误 他们眼睛被蒙蔽 没有认出距离 他们到了厄马乌 注意 福音作者 避免所有记事的细节 比如 他没有说他们找到了他的家人 他们给此问候 没有 主人公还是一样的 路加在讲授教理 在他的技术 他怎样看见了復活的主 以及他团体中的基督徒 和我们 怎样被邀请在今天见到他 天色二晚 黑夜章字 路加的团体 就是这个时刻 庆祝感恩祭 在主人抹饼 在路加团体 抹饼就是用来定义感恩祭的专用词 这里指感恩祭是很明确的 似乎各位神秘的旅客伙伴 主持了隆重的圣道礼 从梅塞和众先知开始 将经上一切有关他的记载 都被他们解释了 然后他作了很好的广道 一个暖心的广道 在感恩祭的庆节中 首先圣道礼将心暖起来 然后当饼被抹开的时候 眼睛也被打开 认出了復活的主 那个饼和酒中传递的 是整个的生命 当你默观这个奉献生命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这个是真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 当我们听到一句 点燃我们内心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听到了是真的 当饼被抹开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为我而奉献的生命 我们觉得内座有一个声音 告诉我们 奉献的生命 不会在坟墓中终结 而是安息在天主的生命 给我们解释经文是 我们的心不是火而的抹 他们没有因为肉眼 再看不到他而惊讶 但时候到了 在代表交付生命的 被抹开的饼面前 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 因为他们领受了一道光 这个光是给他们知道 交付的生命 要真的进入天主的世界 这个时候 他们成为了忠徒 他们回到团体中 向兄弟姐妹宣讲 他们自己有关復活的主的经验 和其他人一起宣告他们的信仰 主真復活了 我们可以说 这个主日结束感恩祭的最后一首歌 祝大家復活节快乐 并且有很开心的星期